嗨,各位,歡迎來到粵語娛樂。 講起黃宗澤,大家對他的印象除了演技好之外,就是他可是出名的花花公子。 而在最近,卻有消息指,他有了新戀情,準備低調結婚了。 難道是海終於上岸了,底下就讓我來同大家講下。 黃宗澤近年的事業發展可謂是一直在往上爬, 無論是曝光佬還是人氣,都是居高不下的。 他是一位角色和本人同樣充滿魅力的演員, 他本人的性格和角色結合上得益彰,互相加分,不分彼此,有時候達到了人氣合一的境界。 放眼整個華語娛樂圈都不多見,去年休酷和邵氏聯合出品了一部叫《廉政追擊》的反黑型精劇, 多多少少算是老港劇風格回光返照。 關鍵是,到面集齊了黃宗澤。 吳卓喜、黃浩信、譚俊賢,粉絲戲稱為《肖士全家統》。 幾位港男同鄉,眼睛吃餅雪糕。 黃宗澤在劇中扮演臉書調查主任洛子豐。 他舉起胸牌說:"你好,ICAC 的畫面,已經代替了反貪風暴到臉書辦案不方便透露的六字臉,成為小篇心目中臉書代言人。 劇中和黃宗澤演對手戲的是吳卓喜。吳卓喜飾演的卓爾凡,一個身份是香港名律師,另一個身份是擁有龐大家族財富的繼承人。 因為知法董法,他做了很多非法交易,還成功脫罪。吳卓喜和黃宗澤一樣,這兩個男人都是風流,但吳卓喜的氣質更偏向大男孩。 黃宗澤則是成熟的、理智的,又更無所謂的浪子。 如果不是黃宗澤太花心太玩,胡幸宜現在應該已經和他生了一堆弟弟,擁有一個幸福的大家庭。 時間真是過得很快,一轉眼他們分手都十幾年了。 2012年7月,胡幸宜接受訪問時宣布自己和黃宗澤、奧平分手沒有第三者希望可以平靜大方這麼處理這件事。 說完,他確情難至這麼低頭耿燃落淚。 他的傷心情感日於然表,觀眾都跟著覺得可惜同意難平。 黃宗澤實在是長得一張老天爺想飯吃的臉,又滿身、滿不在乎的氣質。 出身但親家庭的他曾經自博,幼稚園時就喜歡獨處。 黃宗澤有個三不原則,不主動、不拒絕、不負責。 說真的,上一個宣傳這套理論的皮瑞豐大叔,已經翻車回到溝慮了。 黃宗澤的版本比大叔的還拿。 他講的不主動是追到就不主動。追的時候好用心的。 作為一個合格的海王,高中還未畢業,黃宗澤就開始暴獵。 而他海葛女夫獲的第一條美女是索女毛達,殷詠山。 黃宗澤和殷詠山識於微時,兩個曾經有一段純愛。 之後黃宗澤拍廣告入行,殷詠山做了毛達。 漸行漸遠。 殷詠山之後,黃宗澤的名字就已經和胡幸兒寫在一起。 但是,她同時還有十多段緋聞。 你隨便代入一下胡幸兒。 頭上的綠母如草原般屈屈臭。 黃宗澤和胡幸兒是拍攝我的野蠻奶奶恩氣結緣。 一開始黃宗澤的那種不靠譜的外形和性格。 胡幸兒根本不考慮她。 是黃宗澤發了六百多條短信死前難打的追求。 當時胡幸兒背著一個最醜港姐的稱呼。 網友對她和黃宗澤的感情充滿抗拒。 胡幸兒自己提出,不如等她拿了事後再公開感情, 黃宗澤承認了。 這個決定給黃宗澤那些或真或假的緋聞大開方便之門, 和唐詩詠合作最美麗的第七天相識。 結果如片名一樣,他們因為一段燒雲吻氣擦出外火, 發生了一段短暫的露水情緣。 戲拍完,這對拍戲時你龍我龍的愛女分分鐘變露人,互不打耀。 很快,黃宗澤又在唐心風部結完陳法拉。 夜探向歸眉來眼去都是尋常氣碼。 黃宗澤從來不解釋,反而陳法拉更記住避嫌。 短暫的歡愉之後,法拉就把她她之門愛了。 沒有關係,海王的世界遍地獵物。 2008年,黃宗澤在後掌亂舞魏神希。 魏神希身材孝好、容貌出眾,非常符合黃宗澤的胃口。 她忍不住內心的躁動躍躍欲視。 黃宗澤出手,女生很難抵擋得住。 不過,魏神希也是清醒的女生。 她告訴媒體黃宗澤是中央空調。 言下之意,她的愛太泛濫了。 一次黃宗澤走後失態,在公開場合勇敏司馬燕。 之後,她解釋飲泰醉了。 2010年,黃宗澤和有夫之府梁正希合作責星之旅, 黃宗澤完全不顧及梁正希的已婚身份, 又是短訊傳情又是同住酒店。 胡幸宜對於黃宗澤的問題一清二楚。 她多數時候都選擇寬容和隱隱。 然而,2011年時,黃宗澤的膽子越來越大。 潛行追擊女黃宗澤和徐梓山的CP大獲成功。 兩人劇中熱問不斷,氣愛也都形影不離。 明顯動作感情。 她穩住胡幸宜和徐梓山拉拉扯扯, 同時和新晉小花林詠和愛媚不清。 最難看的是她連助理都不放過。 短暫的到內地工作,又和柳岩全匪民。 直到有一天,胡幸宜發現黃宗澤有三部手機。 一部用來處理工事,一部聯繫她和親友。 另一部全是炮樓信息。 胡幸宜心灰意冷, 黃宗澤真的要感謝絕世好女友胡幸宜。 這種事但凡思出來,那是絕對前途盡毀。 胡幸宜單方面宣布分手,依然給她留了體面。 只有她的耿燕樂淚透露了這段感情給她留下的傷害有多深。 黃宗澤沉寂寂了兩年。 2014年,她的聶燕道路依然繼續。 黃宗澤在路,便和給她大九歲的毛特楊增護衛餅乾。 2016年,她又和日籍毛特磚同居。 黃宗澤的每段感情都不會超過兩年。 接下來,她和陳家衡在一起,但沒有對外公開。 陳家衡一直以為自己會是浪子身邊最後一個女人, 直到一個叫張莎莎的內地女孩找到香港。 媒體寫,黃宗澤要求陳家衡連夜搬來愛炒。 最離譜的是,事情已經鬧到很難看的程度, 兩個女人卻都沒有與她分手, 以一種極其尷尬的方式繼續相處。 而這樣壓到海王真的會收心的。 早前,黃宗澤還宣布加盟了內地綜藝節目《野聽有趣》。 近日,節目組便到了南京拍攝。 在拍攝的過程,被不少粉絲們偶遇到。 因此,在最近,網絡上總是不時, 有網友曬出在南京偶遇到黃宗澤一行人。 在拍攝節目,而且在這些視頻以及相片當中, 還可以看到黃宗澤和節目中的女搭檔互動比較親密。 在節目還未播出,緋聞就全得沸沸揚揚。 在網上曝光的相片上,我們可以看到黃宗澤和搭檔張小苑在一間餐廳度拍照。 期間兩個人給點咖啡師咖啡的時候,二人還更加是來得很近。 看到黃宗澤站在張小苑的後面,貼得還很近兩個人整個過程都有傾有笑。 和彼此有肢體接觸,表現相當曖昧。 對於這個好多網友看到這一幕之後, 都表示好期待二人可以碰撞出火花。 更直言兩個人一起好對的。 網友地留言說,簡直就是男才女貌。 你兩個人站在一起,我已經想像了一部偶像劇了。 一個帥仔,一個美。 兩個人看起來好合配啊,確實好合拍等等之後, 還有網友拿起了之前黃宗澤和TVB時候賽斯輩之間互動比較, 兩者放在一起的時候, 的確可以感覺出兩者之間的態度是好不一樣的。 因為在早前,有網友就整理了一些黃宗澤對賽斯輩表現不耐煩的片段, 更指黃宗澤是用全身去抗拒與賽斯輩互動。 在這裏就包括有與賽斯輩接受訪問的過程中心不在煙, 四處張幕。 在場如果有其他女藝人的話, 黃宗澤則是更多會傾向與其他女藝人。 似乎總是想與賽斯輩保持距離。 所以現在看到黃宗澤對張小苑的態度, 以及早前對待賽斯輩,可謂是很明顯的。 因此也都有不少網友認為黃宗澤是對張小苑有好感的。 至於這次黃宗澤的搭檔張小苑, 相信很多網友對他還不太熟悉。 他算是內地圈中的新人,身材高挑加上掌上甜美, 在入行不耐後就好受到網友的喜愛。 而現在在節目中與黃宗澤搭檔, 絕對是靚仔靚女的組合。 不知道這次黃宗澤是真的收心好好戀愛結婚, 還是玩玩而矣。 作為觀眾,還是希望他能認真對待感情和女方。 畢竟他的年紀也不小,應該成家的。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,可以訂閱讚好, 將是對我們的最大支持。 片尾,我還是給你推薦了兩個精彩的片段。 我們下期再見。 我們下期再見。